我们现在房间已经租下来的 给他付10天的房租是2万 OK,谢谢 我们现在已经把房租下来了 因为刚才那个老毛子带我们去看的那个房间太小了 然后又距离特别远 于是就换了一个市中心的房 反正这个是一个一帽间 反正就被子啊什么的都不用买 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 它这个萌着的不应该是房东的东西 就可能是不让我们用的 然后其他这些都可以用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房间的话它有两个床 我和刘洋的话就一人住一张床 因为两个大男人 几带一张床也不合适 然后这里我挺满意的 它还有一个WiFi 现在已经连上了,网络也好用 这个卫生间也是刚刚进进的 还有洗衣机配备的 然后可以泡澡 然后它这个冰箱 然后厨房都还配了一个电视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煮饭煮茶 有四个炉子 水管这些 然后它的这些杯子 盆什么都已经配备了 还有烧 还有什么锅这些杂七杂八的都有 然后它那个房东的话 它规定就抽烟的话 就只能到这个阳台把窗户打开 不能在房间里抽 不能在卫生间里面抽 不过我们也没有这个恶习 还是挺满意的 这个房间 差不多租下来的话 和人民币的话 大概就是200 200一天 我们现在是租了十几天 先租十几天看看 看看情况 如果说租下还挺满意的话 再接着租 因为我们先落下脚 然后再找事情做 不然的话 整天就想着今天住哪 明天住哪 就啥事情也干不了 小廖你觉得怎么样这里 非常好 床非常软 然后往这里看下去 就是一个市中心 挺好的 我们现在也算是在俄罗斯 在这个海南炮 总算是有家的人 来看一下我住的这个小区 在这个城市的话 应该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小区了 因为它的租金确实不便宜 你算下来一个月的话就是6000 6000的话 不知道在国内大城市里面 能不能租到这种比较好的房源了 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 就是大城市市中心那种好一点的公寓 单身公寓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要去附近吃点东西去 然后在我们小区门口就有一扎这个超市 挺方便的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超市的话就啥都有 买了一瓶它这个特色的饮料啊 看起来挺好喝的 然后我们住的这里附近啊 就有一家中国银行 虽然这里有一个中国银行啊 但是它不给个人办理业务的 刚才去问了一下 想看看以后取钱方不方便啊 但是过来以后我发现银行取不了钱 银联卡也取不了 威萨卡也用不了 只能它俄罗斯本地的卡才能用 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换钱的话 都要去找在这边做生意的中国人才能换到 因为他们的身上一般会有大量的现金啊 就能够让我们中国同胞方便一点 他们也会给的汇率也还可以 这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的肯德基啊 过来吃上一顿看看贵不贵 和我们国内的比起来如何 它这个肯德基的话人特别特别的多啊 感觉比任何一家餐厅的人都要多 然后它可以自助自助点餐 但是的话要刷卡 我们的卡也刷不了 只能在这边吃点点 它这个汉堡的话就是四十块左右 就是两个的啊 就是它一个的话 可能就十几块钱一个汉堡 价格还算划算 因为我们的这个卡用不了啊 所以只能在他这里来自己点 还好能点啊 大概我们两个点下来的话 就是人民币七十左右 可在国内吃这个肯德基 感觉价格是差不多的 今天就这样打发下了啊 大家要关注老洲在俄罗斯的生活 怎么团啊 敬请关注啊 记得给个关注 我们明天又分心